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胡说八道 你们都会上国际媒体 你们都会成为了一个什么引有几千万啊几百万观众 我们台湾弄了弄去就那么几个人 那你想一想 陶价形成不更迷惘吗 对不对 香港只有七千万人呢 对不对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 你随便做一点什么事 不要说知名度 影响力 财富都滚滚的 那就没命了 那就抓起来了 现在我们特别的关心这段时间 香港的局势的变化 您觉得李志明先生啊 李志仁啊 李志英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啊 现在呢 就是他们抓起来 48小时保释 控告他们的罪名并不是太严重 就是参与非法集会 参与非法集会呢 按照香港现在这个法律呢 我估计最多是判个两星期 然后罚点钱 但是这个象征意义非常大 因为呢 现在还只不过是 李住民这些是第一次告 那个李志英已经是第二次告 李志英前面呢 还有一条组织 这个什么什么 教唆 这个非法集结 这个罪名 所以呢 就比较麻烦的 因为呢 现在趁这个美国 英国 欧洲自顾不暇的时候 中国认为现在这个该出手时 要出手 现在是一个 英美对香港的关注 他们判断是比较真空 或者是比较活弱的时期 但是呢 我想 这个判断可能会有点问题 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等会再分析 而且呢 针对最近这个美国声称要说长 欧盟的意大利 英国 纷纷呢也提出这个要求 40个国家声称要对中国 就说取这个赔偿 这引起了中共的这个所谓的 庚子赔款的历史情景 OK 实际上这两者是不能相比的 但是由于这个大陆的网民呢 一拳费行 白拳费身 中共呢 自己呢 这20年呢 去培养那种民族主义的网民的情绪 现在呢 无中生有 小事化大 真的可能像中共啊 最高人物真的好像鬼影彤彤 觉得有一百个国家要组成援军呢 又来欺负中国了 所以呢 在我们香港人眼中 看来是非常可笑的 因为这根本是两回事情 对不对 首先呢 你说这个赔偿呢 没有一件 现在呢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 秘书李舟 所以要提出赔偿 首先你要搞清楚 现在那个主控官自己 正在要正竞选连任 他这个是一件噱头 第二 美国国内有一个叫 外国这个主权破免法 这个呢 本身美国的这个法律啊 就已经制止了中国 会成为这一场瘟疫的被告人 所以是绝对是虚张声势 如果在国内告这个中国的话 没有法律依据 美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除非你这个 除非国会去把这一条 这个外国主权破免法 去把它给搞掉或者修改 哎呀 这个是怪我 我把问题问错了 因为我们要专门找一个题目 来谈这个事情 那个是一个比较专门命的 我现在主要的事情是要关心 现在最着急的事情 最着急的事情 就是这几天呢 其实大家关心的不是瘟疫 也不关心的是香港 也不关心的是北京 关心的是平亚 这个事情是简直是我被 就是说无数的这种假消息啊 包括刚刚还有个西方媒体的人 跟我说 他在北京带到消息 金正恩就走了 哎 我说怎么可能呢 金正恩要走的话 你最起码这个真的要动一动啊 或任何东西来动一动啊 金怎么会走了 但是为什么 就是最近几年 大概已经临时上四天了吧 对吧 从西方媒体到这个到日本到韩国 那中国社交媒体就一大堆假的 一下子就是什么 中联部部长生跑跑到平壤去治病 对吧 把一个几年以前的视频拼在一起 还有一些金正恩自己 已经被躺下的画面 就是说 我不知道您的消息怎么样 昨天川普总统说 西安的消息是假的 我在这里的消息啊 这不是这样的 哎 我觉得川普总统啊 至少真的一个具体的事情 说这个媒体是假的 我最希望总统不要假 笼统的说 假新闻假新闻 你每一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 你就指出来 对吧 我是比较相信川普总统这个判断 因为他手下是有 有这个五角大楼啊 五角大楼微信 你看就知道了 底辆车怎么变化 对不对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完全的莫名其妙啊 对啊 如果这个金正恩心病垂危啊 这个卫星肯定看到陆地上军队会有异动 对 但是我想呢 可能是出点麻烦 出点麻烦 出点麻烦 应该是有麻烦的 对 这个麻烦呢 就是据我的这个研派应该是心脏出点问题 心脏出点问题呢 现在应该到这一分钟为止 真的还有生命迹象 还有呼吸 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做起来 继续英明的管理国家 这个可能要打个大折扣 对 所以没有他的命令 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没有他的命令 谁也不敢调动军队 假设他如果是婚离了 或者到植物人 谁敢调动军队呢 所以军队呢 没有异动也是正常的 对 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有呼吸 旁边的那个什么朝鲜人民军什么总司令 私下发动军队 这个调动军队 如果他醒过来那怎么办 不就人头落地吗 对不对 那他妹妹也没有这个现在这么一个闲头 也没有一个直显 可以就比方讲这个朝鲜新人民军第一副主席 也没有这个闲头 所以也不能说美国的卫星看不出地面有任何异动 就以此为证据 说一切平安无事 我认为是初点事 这个事有多大 我们现在有没有事实 没有证据 不好说 但是综合各种的这种报道 而且是长得这么胖 这个出事又是什么骑个白马什么这个那个 再加上最近这个瘟疫的问题 可能就有点发热了 咳嗽啊 那么进去了 这个是随时有可能 对 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您一个具体的问题 就是有人说 这个中联部部长孙涛 大领了一个医疗团队 去救这个金正恩 有些中国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 为什么呢 虽然兄弟家同志 对吧 兄弟家同志的友情 但是朝鲜最不信任的就是中国 一般生了 并也不会请中国医生 对不对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请中国医生 如果真的要请中国医生 就会早就请了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他这个事情不像是个心状病吐发 而是好像说据我们知道了解的就是这个心血管有问题 要进去做个搭桥 甚至是这个我们香港人说叫通波站 那这个呢是可以预先订好一个时间做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可以叫这个中国的医生信任的话 给你一天时间你过来 那么没有 没有的话现在躺倒了才叫中国医生 我想这当中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个这个下命令啊 这个机制的问题 因为如果现在这个治到一半 它昏迷了 手术不成功 我们知道如果是心脏的问题脱不了的 心脏这个搭桥必须要很快 这个呢你如果耽误到你就要中国去派医生过去 从这种中年部啊选拔医生人才啊收拾行李啊 然后坐飞机啊从北京坐飞机到平阳啊总得要两小时吧 对不对 然后呢下飞机呢 然后呢还坐这个汽车到医院呢什么 总得要一小时的 要是这个心脏这个问题是这么危急的话 这耽误三小时啊 其实基本上可以说于事无补啊 于事无补的 因为这个心跟肺开心状的手术或者是心血管啊 十分秒必胜的 嗯 嗯 嗯 所以呢这个这个问题呢 啊 如果真的是要调动中国的医生 那医生那个所在的医院 他的一些家人或者是朋友 那个微信那种群组多少会有一点的丰盛 对 还一个说法就是朝鲜人并不信任中国的医生 他们宁愿到加拿大或者是德国请医生 对 于是请医生 台湾请医生 他们也不敢请这个中国的医生 是 因为怕被干掉 对 这个中国和朝鲜的这个关系是很有趣的 你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朝鲜的这个日子好过在什么程度啊 比南韩都好过啊 嗯 但是这个好过的程度是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援助的结果 结果呢 苏联崩溃了没钱了 然后中国呢 邓小平这边啊 江泽民这边也不给钱了 所以中国和朝鲜这个关系啊 几十年的这么恩恩运运 然后早一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就是说 十几年以前嘛 一个什么亚运会在中国开嘛 对不对 朝鲜人还打出一下旗帜啊 长白山是他们的 那您觉得这个东北啊 这个或者是吉林长白山或者这些地方啊 是不是对于很多朝鲜人来讲 还是觉得中国人把他们给占领了呢 这个呢 这个就涉及这个所谓的自古以来啊 这个啊 这哪一片领土啊 是不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啊 什么的问题对不对 这个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就是说哥说 就是说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啊 这个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叫 长白山啊 长白山呢 这个朝鲜人说是不承认 他说这个叫白头山 白头山就是长白山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长白山漠啊 都是属于这个朝鲜的 而不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现在的地图呢 是把长白山啊 这一部分呢 都已经割让给啊 啊 这个朝鲜的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领土的纷争的问题啊 是比较敏感的啊 而且呢 呃 这个 朝鲜的觉得中国的吉林省 是他们从前的这个叫高距离啊 这一个领土 这高距离是公元前啊 这一个一个古老的部族啊 那个时候有一个叫高距离王国啊 这个高距离的这个王国啊 啊 这是他们这个朝鲜呢 这个称呼啊 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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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土的纷争啊 就涉及所谓的自古以来如何如何 啊 实际上我认为 确实基林呢 呢 十古以来 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领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1644年明朝灭亡开始算啊 呃 19 1644年以后这个是要打清帝国 是满洲人从这个东北啊 打进这个三海关 占领了大明的领土 然后到了1911年民国成立 把这个满洲王帝请回去 他回到他的家乡啊 所以呢 这个吉林 辽宁 黑龙江 全是满洲人的领土啊 所以呢 这个高距离这个王国啊 实际上是朝鲜人跟满洲人自己啊 啊 这个恩怨啊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说 朝鲜人跟满洲人跟日本人是同一个种族 是属于通古斯这个这个这个族形啊 不是蒙古是通古斯 这个蒙古其实也算 也就是蒙古的一个一个一个分支 啊 跟我们汉人呢 这个搭不上关系 或者这个血运的关系比较遥远的啊 嗯 所以呢 这一笔 这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我 我不能说朝鲜没有道理 他没有道理 但是从人长来讲啊 我们我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正好在多伦多大学是一个历史系的教授 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 哎 那个时候是八十年八九年 几十年以前 他就说 哎呀 我们不叫你们中国人 我们叫你们盲古人 你们是盲古的呀 西方还是把中国有很多以前的音 就随着把我们叫盲古人啊 那元朝不就是盲古帝国吗 对不对啊 中国历史这个莫名其妙嘛 对不对啊 在西方的这个历史书 他不是不承认有一个 有一个帝国叫元 不承认啊 元朝的帝国实际上就是盲古帝国 明朝的帝国呢 西方是承认的叫MING MING 清朝他也承认的 有一个别字叫清 就但是这个元朝 他就是说盲古帝国 啊 所以呢 中国要是从盲古帝国 这个字谷算来 啊 你今天这个北京 啊 这个山西 陕西 全是蒙古领土的一部分 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东北也是啊 这个高距离这个东西啊 这个王国啊 历史存在啊 有七百年啊 这个国都啊 就是今天的这个 这个吉林省的吉林社 啊 懂不对 所以呢 这个这个 不论是南韩还是北韩 他们兄弟同姓 都认为 这个将来韩国统一以后 一定要收回 四股属于 这个韩国人的 这个高距离 这一块的这个领土 啊 但这一定 对 你讲 那个时候啊 这个共产党啊 啊 就跟他们慢慢 慢慢在谈判 对 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 我想向您请教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接受的南韩人和北韩人 和接受的台湾人 和这个大陆人不一样 台湾人是真正维护台湾利益的人 不是那些国民党 那些整天跟大陆高跌的那些 基本上他们是 不会讲统一这个事情的 而南北韩的人呢 他们似乎是 都认可统一 而且呢 他们彼此还尊重 对方是不同的国家 比较联合 有南韩和北韩 你说中国人嘛 明明很多人不指导 这个统一 而这边还非要统一 然后对方只要有一点 国际生存空间 就是打压他 就整个不让 这个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呢 加入到这个世界的 这个体系里面 但是当时东西德 对吧 各自有国际体系 南北韩 各自有 这个国际体系 为什么这个 这个朝鲜人 这么去 主张统一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一直有一个 观点认为 不能让北韩 走向改革开放 因为走向改革开放的 一个结果呢 就是呢 未来会跟南韩统一 一旦统一 中国就麻烦了 因为你朝鲜半岛 就形成了一个 强有的势力 您觉得这种观点 有道理吗 这个当然没道理 这种是民族本位的 绝对的自私主义 我常常听到一种说法 绝对不能 在中共的这个利益角度 就中国的利益角度 不能够让南北韩统一 一定要长期维持 这个金家王朝 金家王朝维持下去呢 就妨碍这个南韩跟美国 把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了 因为呢 这样的话 美军呢 跟那个南韩的军队 就可以开到这个压力 但是我们从朝鲜 人民的角度来看 如果朝鲜半岛统一 在美国跟南韩呢 大韩民国的主权之下 等于北韩的 一千八百万人 都得到解放了 已经得到完整的人权了 他们有的吃了 他们有的投票了 他们有的看好莱坞电影了 有的看韩局了 对不对 那是绝对的好事 对不对 但是以中国的那个 自私的本位主义来说 不行 这个北朝鲜 这个北韩 一千八百万人要继续 就是挨饿 因为呢 他们继续挨饿 没得吃 这样会保障我们这边 十三一人的安全 这是所谓的民族主义 所以呢 这个民族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害人的 而且让一个人啊 让中国人变得极度的自私 这个极度的自私呢 那当时你这个在教科书里 或者在北京呢 这个东来顺 吃蒜羊肉的时候 几个大款呢 在这样砍大山没问题 但是你今天带着这个民族 自私本位主义 到处走 现在就出现排华了 出现这个瘟疫的问题了 推来推去了 一会又说源自美国 然后就源自这个日本 然后又是意大利又是德国 就不关中国的事 所以呢 这种逻辑是非常荒谬的 我绝对支持朝鲜半岛 统一在一个这个民主自由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 因为北韩的人民 就等于有的是了 如果这样是违反中国的立场 那就违反 如果你这样的主张 陶杰这样的主张 不是中国人 那我就不要做中国人 对不对 我要做一个人道的人 对不对 要一个人道主义的人 因为现在不是说 你提出什么他不顺耳 他都可以说你不是中国人 对对对 哎呀就是我还一个问题就是 您觉得南韩和北韩人 他们为什么一方没打架 对吧 南北分裂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追求 统一 而台湾的人和中国大陆的人 就没办法形成统一的这种共识了 哎因为韩国人这个民族性啊 跟这个这个中国人有点不一样 而且这个南北韩的这个分裂 跟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分裂了 虽然这个历史的这个根源是一样的 但是具体的情况有点不同 这个韩国呢 呃 这种南韩的人说要渴望统一呢 其实他们的意思就是希望南韩收服北韩 但是他这个话不敢明说出口 因为一说出口他会惹得北韩那边破口大骂啊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等于把我们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给吃掉 我们会把你首尔变成一片活海 这种呢就是说充满仇恨的这种骂街式的这种谩骂 这几十年了屡见不少 所以这个南韩呢不敢去惹他 南韩去不敢明说 说我们南韩要打过什么什么三八线 早晚要把北朝鲜的人民呢 从水深火热中解放 他们不敢这么说 所以呢只能够笼统的说 希望这个朝鲜办到统一 那统一 我有很多年前我就问过这个一个南韩的朋友 我说如果有一天是北朝鲜把你们南韩给吃掉 这样的统一 你欢不欢迎 对不对 他就说私底下 我们的统一就是我们吃掉他 但是公开我们不敢说 我们吃掉他 公开只能说 隆隆同统很抽象 很暧昧的说 希望南北韩能够统一 因为不敢说的太具体 这样就会刺激那个时候的金正日 金正日政权 因为他不怕 他们会生怕如果 把他刺激的过渡 会不会他真的把这个军队开过来 又变成那个韩战 要服战 现在你不要忘记 现在朝鲜半岛实际上是属于停战状态 所以他们这个话说的还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有分寸的 也就是说比较抽象的 至于这个台湾当然了台湾这个岛上这个人类学这个历史跟这个南北汉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南北还很清楚这是一个单一的朝鲜的民族 但是台湾不同 台湾有这个原居民 三地原居民 然后有四百年前渡海来的闽南人 这个闽南人来了台湾以后 经过什么郑成功啊 父子啊这些 然后呢他们在那里落叶归根 开狠这个 这个产业 他们把自己已经当成了台湾人 所以呢这个台湾早在那个1949年以前已经有这种台独的这个势力在营量 那这个现象在朝鲜半岛是不存在的啊 朝鲜半岛并不是说本来是统一的 但是后来啊这个分割成南北韩以后啊又有什么南韩主张什么什么独立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脉络 只有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有 所以呢台湾人是拒绝统一啊 中国呢坚决要把台湾给吞拼叫他们的统一 那我在后面请教你一个问题 您认为金家王朝还可以维持多久 呵呵这个就难说 我看不出不出五年 不出五年啊能够维持五年已经不错了 哈哈因为这个五年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在这个后卫议时期啊中美啊陷入非常严重的这个冷战啊如果中国要摇紧这个这个牙冠呢再对北韩提供援助这个比不上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经济有成果我只是21世纪GDP增长的时候中国我看没有这个条件 今后这五年中国的经济前景未去乐观啊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但是这个这样的话会连累啊这个北韩的经济局势 因为一直这么多年北韩对中国的依赖是非常强啊 好我们现在今天进入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中国的机构很多但是最近有一个机构成立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吃惊 为什么呢第一个是中国的这个政法系统刀把子啊一定有很多机构了 有中央政法委员会控制了中国的什么公安国安检察院法院和司法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不但控制了刀把子这些机构而且还加上外交和这个军队啊 现在又成立了一个平安中国而且把自己曾经的啊这个知啊这个知江新军的其中一个人物叫唐一军 他本来呢就已经是了辽宁省委书记的人选但是突然调过来啊成为这个平安中国的一个参与者 那政法系统我们知道啊公安部有了王小红 那是习近平在福州的时候的啊当年就是负责他的安全工作 对吧啊这个包括照顾家里面 那么后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长 现在是公安部负责这个日商事务的部长 毫无疑问啊未来是公安部长啊或者是呢政法系统的一个重要人物 另外一个就是陈一新自己在浙江 习近平在浙江时候的这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啊可以说是幕僚长 那么呢这个现在是在中央政法委当这个这个主任 现在又来了这么一个平安中国 而且发生的时间呢正好是公安部一个副部长 这个副部长本来是个小人物 等于中国有多少个副部长啊 但是这个副部长一垮台 中国的公安厅的啊 不能说每个厅局长三分之二的厅局长就睡不着了 因为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公安系统啊 厅局级以上的2018年3月份之前 基本上是有孟京副生力军这些人控制的啊 然后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把自己的老乡 扶贫人老乡 从这个江西的这个纪委 紧急调到北京 抓捕了这个啊 这个生力军 然后呢赵克志 公安部长赵克志 判了自己的老部首呢 结果呢上海的政法系统 为什么一个小部长啊 这个习近平要下这么大的功夫 原因呢这个小部长 是过去十几年来 从博协的事情以来 一系列的重大案件的操盘手 您在这个时候感觉到 他已经取得了这个抗议的这么大的一个胜利 为什么对一个小小的这个副部长 下这么大的功夫 中国的政法系统是不是又在出什么事 或者政法系统的清起呢 是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运动的开始 刚才何总啊 您说了这么久啊 其实也不就说出了这个八九成嘛 对不对 因为最近这个副部长出下马这个事情 对我们香港人是个大谜团 我们物理看花看得不清楚 也没有什么消息 传来传去什么四大原因呢 五大原因呢 这个缺乏一个公布 但是有一条罪名是比较奇怪 就指控他啊就是对经商缺乏这个叫敬畏性 这个没见过 不只敬畏 这个敬畏性这个没见过 不知敬畏 不知敬畏呢就是说 对习近平主席本人有所冲撞 或者是对他本人的权威尊严呢 犯下的罪行 这个就不知敬畏呢 这个从前我们看到抓卢伟啊 抓周永康啊 什么国伯雄啊 徐才厚啊 周永康啊没见过 所以呢 真正的原因恐怕会在这四个字里头 会隐藏的端语 对不对 对了 不知敬畏 但是 但是这个字很抽象 我们香港人不懂 我自己的中文水平很低 我不知道什么叫不知敬畏 比方讲你刚刚你这个和平啊 老是跟我对好 我老是插嘴 我对你是不知敬畏 对不对 但是我插了嘴以后 你还是笑嘻嘻的 但显见呢 你不介意我插嘴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但如果你这个笑嘻嘻 笑李长刀 背后就给我打两个耳光 这我犯天调 对不对 所以什么叫不知敬畏呢 这个敬畏你如何定义呢 对不对 你从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们听说 这种农村里头不谨慎 拿了一张人民日报 当手指上毛发 结果被邻居揭发 发现这个报纸上面 有毛泽东的这个照片 这也是一条不知敬畏 这个可以 重则可以枪毙 轻则可以十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这个不知敬畏 这个完全是条政治罪名 如果将来你把这位副部长 移交司法处理的时候 我们香港人从普通法的法治的角度 就要看不知敬畏如何能够变成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哪一条法律来演绎 但是说什么都是白说 总之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就在这四个字 挺厉害 你厉害 没有没有 我们不懂 就是 福斯芝先生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 我们没有真评实据也没有消息 不能够说见风就是雨 又说什么什么 引述什么什么给澳洲 泄露什么什么武汉的一些什么病毒的什么什么 这种 我认为 狭说胡扯 而且 你习主席的英明 绝对不会冤枉好人 你这个不知敬畏 一定是对我们习近平主席一个极大的冒犯 你对习主席的冒犯就是对我们13亿人民的冒犯 也是包括香港700万人民的13亿中国人民的冒犯 所以我认为抓他 绝对有道理的 您刚才讲这个不知敬畏 跟我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有一点对着起来 因为您刚才讲了 一等叫不知敬畏 就是冒犯 就是直接不听你讲的 或者是你很不高兴 另外一等不知敬畏是什么 就是表面上消息稀的 表面上是在执行你的指令 但实际上就滥用你的名义 对吧 就不知上相 这个名字可以不能随便滥用的 那根据我的了解呢 就是公安部认为他不知敬畏是什么意思呢 部长们啊 这个或者是副部长们 每个人开会全部全警装 只有胜利的一个副部长他不全警装 哦 这叫不知敬畏 这是公安部认为他不知敬畏 第二个呢就是对部长们和副部长们 别人都应该叫毛毛副部长 或者我叫陶先生 叫陶先生 其实我们很熟了以后 和平 陶杰 在西方是很清洁的说法 但是在中国光红不行 不能叫陶杰 不能叫这个和平 应该叫陶杰副部长 陶杰局长 最后是公安部的说法 其实真正的东西还不在这里 真正的东西是呢 他经常说 我刚刚从这个总书记家里出来 彭的语言还给我下饺子了 这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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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根据这个大清律例啊 这个是大逆罪 这叫大逆罪 等于是这个 这个雍正皇帝 雍正皇朝的时候 就只有这么一条 就叫大逆 这个大逆就是 对皇帝不敬 对皇帝不敬 包括 毛泽东那个时候说 拉大旗做虎皮 拉大旗做虎皮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明天 做完这个节目 胡说八糟 跟香港的这些猪鹏狗又说 我下个月 就离开香港 你们拜拜了 拜拜了 你上哪去 我上美国去了 你怎么能上美国 凭你这个德行 这个明镜老板 何平呢 给我打了保票 他有一条暗线通道 白宫啊 这个彭斯啊 给他打个电话 说何平呢 你的那个走狗啊 陶杰 那个命卡包在我身上 我把这个话 跟香港的这些人说 我就是对你何种了 大不敬了 对不对啊 缺乏进位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品格的问题 你当个副部长 应该有这个分寸 对 不要这种话 不要乱说 如果这个按照 按照刚才何种的这个演绎啊 这个是最大恶极的 如果是在康庸前三朝啊 哎呀 这个马上就长逆绝了 或者吃一块 吃一块这个黄灵啊 就是上吊了 刺死了 他这个 这个森立尊 其实跟香港很有关系 但是香港人并不知道他 那未来我在节目中间呢 会讲到啊 这个森立尊和香港的 有一些关系 包括去年 他到了深圳 韩正请他来一起参与 来对付香港问题 因为韩正根本搞不清楚 他已经不管香港事情了 所以森立尊当时 他批定批定的 跑到了这个深圳 为什么讲到香港的这个事情呢 因为他有一个部门叫台港澳办公室 1997年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有一个叫陶思鞠的公安部长 我知道 他的夫人叫陈芳芳 他们就把办公室设在深圳 为什么呢 要帮助九七回归 其中有一条 就一样呢 来统战 来游说香港的黑社会 帮助这个香港举行回归 所以陶思鞠说 黑社会也是爱国的 这个部门就是 深圳一顿主管的部门管 这个你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当时那个时候 孙女军应该还没有中学毕业吧 对不对 没有 那个时候 还没有冒出来吧 他的夫人 我讲的是他们这个部门 现在这次部门就是 孙副部长主管 对了 那权力很大了 其中在香港制造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情 就是铜锣湾书店 铜锣湾书店是他一手操纵 为什么操纵呢 说彭拜 就是彭任院办公室 要求去调查 习近平的女人的这本书是谁搞的 然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乌龙 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几个人瞎编的 也没有什么真心实志 对不对 就有点像小说 但是为什么对这么一个小说 这么认真 以前我们知道 对吧 另江青有一本什么红豆女王 变成了一个天大的上 对不对 后来发现了 这个红豆女王在香港就没出现过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香港 红豆女王这么输 对吧 知道 是一个美国女学者吗 维克多夫人呢 哎呀 她是我的朋友的前妻吗 现在还在 这个维克多夫人 很高高的 这个美国 美国婆娘 跟江青会见了 差不多十小时 回去就写了这个东西 后来 被周恩来向毛泽东告发了 是不是 您知道啊 两件事情 第一个 您知不知道他的前夫是谁啊 我不知道 哎 是我的好朋友 您应该知道 叫李安勇 哦 李安勇 八卦一下 第二个八卦一下呢 这本书 陈内没有在香港出版过中文版 到现在为止 您看过红豆女王这本书吗 没有看到 没有 很奇怪 很奇怪 英文版 英文版也不容易看得到 很奇怪 这本书根据我们的考察和了解 假如红豆女王出版过 香港图书馆和世界图书馆一定有收藏 但是没有这本书的收藏 对 根本就是一本伪造的书 哦 就根本 怎么做 没有这本书 嗯 啊 那么 同伪玩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乌龙 就是说 你说一个小小的书店 兼兴户的买几本书 对吧 骗几个 啊 读者的丁书 能发什么财啊 能跟政治扯上什么关系啊 对吧 那么 居然 申立尊就搞了这么一个呢 为调查习近平的情人和女人的书 把香港人给绑架回去了 然后在这个泰国绑架了贵敏海 你说这个户是不是厂在高大的 嗯 如果这是这是他的意思啊 就这个事情可能就比较被动了 嗯 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还看来扑朔迷离 嗯 啊 忽然怎么又变成孙副部长自己一个人呢 就决定了 嗯 他哪来这么多大的胆子呢 对不对 嗯 对 啊 不过这个维克多夫人写的这个红豆女王像 你说的确实是 我都觉得很奇怪 四十年来 不止四十年来 啊 这个最差不多四十年来 我在西方国家各地的图书馆的书籍 从来没有发现过 没有发现过 那我估计可能是 访问了江青以后写完了初稿 但是从来没有出版 啊 为什么没有出版可能就在暗中渠道 有人向这个美国的女教授打了招呼啊 这个最好这个书不要不要健康所以呢 我估计这个草稿应该还在或者是没有完全写成是不是啊 但是我就不懂既然是这样 后来的新闻说周恩来拿到了一本书去给毛泽东看 那没有印象出来周恩来哪来的罪证呢 是不是啊 毛泽东要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 即使是英文才会勃然大怒 啊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是周恩来拿着这本红都女王这本书呈现给毛泽东 啊 但是如果这本书是没有 那周恩来拿些什么给毛泽东看 是啊 这个 那您有没有注意 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好用完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在追究 今天给您带上号了 就是您也没有经过这本书 对不对 没有 很好玩 就跟我们的研究调查几乎是一致的 这本书在目前看起来没有存在过 嗯 那么在美国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这个燕京图书馆呢 中文系没有 全部查到过 就没有这本书 写门了吧 那这本书那这件事是怎么出来的呢 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看到照片是维克多夫人确实是跟江青碰过 那个是肯定的 他们见过面 有过 他见过面 对 但是《红庄女王》这本书 要么就是有人捏造给周恩来 要么就是周恩来参与捏造的 为了搞掉江青 嗯 嗯好玩啊 今天我看把这个东西把你垫到了 您这个是大秘密 那为什么刘黎安友跟他这个前妻啊 当时不发表一个声明 说其实没有这本书呢 他们一话二话没说 不吭声 嗯 这不是一种学术的求 实事求是精神 对不对 也许人家早就讲过了 我们没注意到 不过我们过一段时间 看有没有时间去找一下这个这位女士 对吧 美国比较好办 是可以找得到的 啊我觉得也许他有他的这个解释 不过你今天我看来你很震惊啊 嗯 嗯 因为这个解答了我这几十年一个谜团 我以为呢是出版过 是出了一版 出了一版呢 因为销路不好 所以卖完了以后没有再买 因为说实在的在七十年代 如果在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啊 或者什么大学的出版社出的这本书呢 他的话在那个时候是不会敞销的 这种书是属于比较非主流的学术的这个书 所以我当时猜想书出了以后就出了一版 出了一版也不会运行很多 那在英语世界里头就像海洋一样 马上就淹没了淹没了以后 可能出版社绝对就决定啊 不再版我想是这样 我没有想到我是从来没出版 因为这个看到的资料是毛泽 这个周恩来拿着一个拷贝 去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如果看不见的话 不会深信不疑的 所以一定是看到一本实物才会龙颜大怒 这个毛泽东也不是善男性女的 他这一辈子只会他去挑拨离间 你周恩来过来说坏话 他怎么不知道呢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可能就是一个谜传 哎呀这个我们现在讲一讲 这个为什么这个成立平安中国 然后正化委的陈一新 他们其中有一项工作 叫打击黑社会 但是我查了一下最近一些资料 打击黑社会搞了半天 打击的是公安厅局长 为什么这个 打了黑社会打了半天 是打厅局长 搞了半天解放军 搞了半天反弹 前后抓的是将军一样的 好像好像是要收拾刀把子的是吧 对应该是 谷语有说这个兵匪一家吧对不对 因为这个政法吸引系统的 当初你抓了周永康以后 我们对中国稍有一点皮毛了解 都应该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你抓周永康跟抓张春桥是不一样的 抓庄春桥很容易 因为他是一个文人 他没有军队 没有部门 没有山头 要是你抓一个政法尾的头头 他下面有两百万武警 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架构跟编制 当然 秦贼先秦王 把这个头头抓了以后下面都会表忠 但是这些下面的人表忠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真心 所以到后来就提出一条不能当两面人 对不对 又是说什么这种罪名花样多了很多 什么两面人高级黑 所以可见一个系统如果这个人多口杂 人员庞大 人数庞大 你即使把上面的那个给抓了 这也不代表一劳永逸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上这个 联系到去年在香港发生的这个送中运动 送中 送中这个东西是跟公安系统连在一起 对不对 好了 当初批准林郑月娥送中 一定是在这个公安跟香港警察 这个专业系统的头面的人物 而不会是习近平本人 因为习近平高高在上日理万机 这是一个国家的或者一个公司 自然的分工的这个架构 所以呢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我去年的时候我也觉得比较奇怪 我也说过这一点 我说这个送中是那个那个 林郑月娥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 当然是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交上去以后上面的人表示批准 甚至赞同 这个上面就是公安系统 这个他的这个或者香港警察 或者是李家超 香港公安部局的局长 上边的一个领导人 现在看得比较清醒 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位孙吕军 如果孙吕军出事 那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从香港的这个角度来说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送中这个起因 这个初心是应该否定的呢 到现在还不清楚 还是这位孙副部长其他的罪名 但是不涉及境外他批准的这个 镇压反送中这个运动 现在就不知道了 好 我们现在今天讲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粮食紧不紧张 那么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了 川普总统希望搞得跟习近平的关系 不管别人怎么骂中国批评中国 他老实地赞用中国 别人就觉得你这个川普就是个商人 你的目的就想要习近平跟你做这个生意 习近平跟这个川普通了几次电话 最近一两次吧 每一次我们都发现有一个词很重要 就是遵守中文贸易协议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很困难 经济很困难又加了这个事情 如果中国人提出一个什么要求 有的人就担心川普总统一高兴就答应了 对吧 如果习近平说 川普总统我们现在确实有这个困难 我们想遵守协议 但是我们没这个能力 有人就担心川普这个人心头手软 结果习近平一直都没有提出来 反而讲了就来了我们要遵守协议 结果习近平还真遵守协议了 最近一口气就买了三千万的粮食 这是川普总统最想骂开中国的东西 因为美国这么吃的就是粮食了 对吧 那么但是中国说我们就将机就机 因为我们正好吃粮食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以理行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说法 但是我把你的粮食马到手里取配起来 你怎么看待中国粮食的短缺问题 粮食短缺呢 主要是近二十年对于这个土地过度开放有关 很多农村的土地变成房地产项目 再加上国务院在李克强当这个总理的时候 刚当总理就提出要把这个叫农村城镇化 我当时觉得这个农村城镇化 这个是很不科学的 你都把农村搞成个城镇 就等于把很多的耕地搞成变成这个商场 这个中国现在现在的这个耕地 2020年这个全国的耕地保有量 根据官方的数字是大概18亿某 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大概是15亿某 这个耕地其实是数量比较不到位的 而且这些耕地广有数字不够 数字是不够 耕地的质量是不是能到位 这个耕地本身有没有这个过度耕作 或者是这个历年过度施肥的问题 这个施肥包括是这个这个化肥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虫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以这个广东省为例 小说我们到深圳东莞一片的这个水平 到了今天全是那种这个商场大厦 我们广东省本来是鱼米之巷 珠江三角洲 今天广东省的这个大米要从泰国进口 连广东都是这样去黄润全国 所以再加上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这个这个 和未来这个冷战 美国提出要向中国缩长 要把生产线搬出去 中国的这个失业率会面临这个新高 然后呢这个如果被这个西方列强围堵的话 还要面临的这种这种粮食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习主席这一招这一步很英明 来个顺水推走 确实粮食是不够 大豆也不够 既然是这样 死马当活马鱼 堵住川普的嘴巴就要给他买 所以我认为这第一阶段 第一批400亿美元购买这个农粥 应该是到位的 这一点应该是真的 而且不管要买 而且要促穿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三个月会发生出的事情 美国的驱逐舰已经开进这个台海了 对不对 会不会插枪走火 还有这个海南岛 最近发现了600艘这个越南的渔船 包围了这个海南岛的东南西三个方向 万一插枪走火打起来怎么办 以后这个美国来搞个农这个农作物禁运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趁还有的买赶快买 买能够存存多少就存存多少 所以这个形势我看来是比较的不利啊 不要说大陆 我们香港最近已经出现有的家庭吃不上这个这个米的问题 是吗 有已经有了 这个中国在香港某国企单位他没有出面 就委托了一个慈善基金 最近这几天捐了一千包百米 都是给香港的一些贫穷的家庭啊 现在都送了啊 连香港都是这个样子啊 何况是大陆啊 是千真万全啊 一千包大米送出去啊 香港啊现在不是说这个大西北 所以你说中国能不能能不能跟美国进口这个农作物 不可能的是不是 你说中国人啊这个是饥饿的这个紧张感造成了这种这种情况 你说这粮食真的会那么紧张吗 现在大概不紧张 现在大概不紧张 但是我们国家领导人要高瞻远逐 要有战略眼光啊 这个要有前瞻的眼光啊 要有准备打仗的眼光啊 这个就是我发明的 就是三个眼光啊 所以你看这个既不能这个叫这个这个啊 既不能啊就叫叫叫什么啊 这个银翅冒凉啊 也更应该趁着在这个时候居安思维 现在一切都说不准 因为我们香港人确实比较恐慌的是 我们今天看未来三个月六个月香港会变得这个样子 这个是不可预测性是空前的啊 高啊啊 香港不可预测就是中国不可预测 中国不可预测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和平的不可预测 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啊 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民意识为天 一个另外一句话是瘟疫 瘟灾啊 瘟疫很灯 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几千年的记忆里面 好像一个跟瘟疫有关 一个是跟粮食有关 是吧 对 所以这个瘟保全嘛 对不对 这个瘟保全 这个瘟呢 是指温暖不是瘟疫啊 这个雀医 这个少吃啊 有很多这个成绩 雀医少吃 然后叫虚寒 温暖啊 这个要穿得暖 吃得饱啊 出入平安 其中就包括这个 不要染上这个 染上这个瘟疫 我们记得 这个崇阳 灯高这个典故 这个环境 带着自己家里面 一起啊 灯高 姚之兄弟 灯高处 骗茶诸鱼少一人 只有中国的这个逃避瘟疫 这个灯高才制成一个节日 而且 灯高必温 还成了唐诗的名句 这个是在西洋文学里头啊 我孤陋寡闻呢 找不到的例子啊 所以呢就啊 再加上这个这个 一个是瘟疫 一个是饥饿 一个是这个 战争 都是中国 斯大夫 赶食优国的三大主体啊 优国优民 优国优民就是这三件事 吃不吃得饱 穿不穿得暖 老百姓啊 会不会受战争瘟疫啊 就是说旱灾水灾之苦 就是这么几张事情 嗯 但是这个好像跟欧美的这个 这个追求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这些经济里面唯一都就 吹一个精神和信仰 嗯 因为呢 欧洲呢 主要的瘟疫就是在这个十字军 东征以后的这个属于就是黑死病啊 这个呢 呃 是大型的 大型的 其他小的也有 但是这个瘟疫是决定的这个啊 欧洲啊啊 啊 一个一千年的中世纪结束啊 啊 这个啊 黑死病 属疫啊 啊 那个从这个蒙古人带进来 啊 断断徐徐的爆发了 啊 大概有这个三百年啊 啊 到了1666年 伦敦发生一场大火啊 啊 去把残余的属于啊 啊 就全部的给烧掉啊 啊 啊 到191666年以后 在英国伦敦呢 总算是属于啊 是绝节啊 啊 但是这以前呢 还是断断徐徐的发生 最厉害的是在这个十四世纪 十四世纪是最厉害的啊 啊 这个啊 啊 包括这个 意大利这个十日坛啊 啊 啊 英国文学的这个什么巧草写的 什么肯特布雷 顾世纪啊 都是在属疫的背景啊 产生啊 啊 所以呢 这个欧洲是从属疫这个大灾难中 这个黑死病这个大灾难中 是得到重生的 但是中国没有 中国的这个文艺是循环的发生 发生了以后 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啊 像凤凰浴火凤凰的突破啊 只不过是又另外一个皇帝 又有这几年的正常的收藏 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人文思想的大灾难 所以呢 这个西方西方的人民到了今天对于这个瘟疫 可能这个戒心呢 没有中国这个意识这么强啊 提来提去就是这个什么西班牙人的什么流感啊 那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 以后就没有了啊 我们今天听到什么伊波拉那什么艾滋病 全是非洲来的 跟欧洲没有关系 嗯 好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不知道您上不上微信啊 您上微信吗 比较少 最近比较少 我几乎是不上微信 因为听说微信呢 把中国啊 把美国现在描述的是 好像是种族歧视很严重 嗯 然后这个买东西买不到 呃 导致是发生这样的问题 还说美国要公诉国家 呃 要等等怎么样 甚至呢 啊 非常确定的讲啊 啊 这个病毒呢 就来自于美国 啊 就来自于美国 啊 要向美国举救责任 那么这样一种虚假的消息啊 最开始啊 是这个WHO 还有美国的CDC 还有美国政府 还有这个几大社交媒体 他们共同的努力 就是要防止关于这个病毒的摇拟出来 因为怕大家呢 恐慌持续判断力 但是没有想到啊 慢慢慢慢根据美国的啊 啊 这个官方的发现 这个里面不是一个什么无聊的香港读家 或者是香港记者或者是台湾记者或者海外的无聊的文人 写个什么 虚假的帖子呢 逗大家一下 而是有组织的活动 甚至很明确的讲究了这是中共提供的活动 不管是不是中共提供的活动 有一点呢 是中国制造的这些虚假消息 造成了西方更大的反弹 这种反弹就是一方面啊 要追究中国的责任 甚至有一些人呢 还进行要求赔偿 所以最近呢 这个这个声势比较大 好像中国开始是感觉到 哎我们要解决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结果现在这个共同体开始 上年反扑过来 您怎么看的西方的这种在中国的追究的这个东西 是中国人自己找的 还是西方人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经济目的 这个呢 毛泽东一句老话吧 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啊 您刚才说这个问题内因是主要的吗 外因是次要的 您知道这些炮制是什么 违信这种乱七八糟的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好起来 这个也是有关部门说给这1310厅的 这本来是对内的 这样子要推卸责任 要把什么武汉啊湖北啊这些 这个三个月前的那种 那种瘟疫的惨况啊 要把它归咎于这个美国人 等于这个韩战所谓的朝鲜战争的时候 也炮制过类似的虚假消息 说这个美国人在扔这个细菌蛋 对 细菌蛋有没有扔过有 不过不是美国是日本啊 这个731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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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 研究出来这个细菌 在黑龙江 然后在浙江 在浙江这些鱼米之乡的邻居来试啊 有很多平民啊 那个时候就种了这个日本的这种 鼠疫细菌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空头的这这这种炸弹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在韩战啊用过啊 因为美国还是基本上还是遵守这个国际 孤粤的啊 所以呢 这个那个时候说什么美军在韩战的时候 用细菌蛋是困熬是非 故意的误导啊 今天也是故技从事啊 那个字就是忽悠啊 大陆在围墙里头 包括有的在本节目 这个后面留言版的后世之途的视频啊 但是中共忘记的一样啊 你在这个国内放这个消息 虽然是中文简体字 但是外国人外国政府也看得到的 因为这些微信呢跳来跳去啊 就好像病毒一样跳来跳去 他不一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啊 还有这个海归 还有外国的留学生啊 还有海外的这个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啊 这个微信是跨越国界的 当美国的纽约的华人也收到这个微信啊 那等于说美国政府当然也会知道啊 把这个这一条而且还有推特 推特也是个非常惨 这个血肉横飞啊 非常严峻的是这个战场 对不对也是两边的骂来骂去 所以呢这种事情弄巧反桌啊 就是说毛泽东说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啊 所以难怪这几天什么人类共同 命运共同体又不提了啊 这个可能呢就有关方面 可能意识到啊 大事可能不妙 因为我看这几天美国政府 包括一些欧洲的政府是动了争气啊 你看这个德国的这个图片报啊 哇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报告 那个总编辑点名啊 点名啊就抨击这个习近平所行 遭到这个我方驻德国大使馆的谴责以后 他居然又来个回马墙啊就问一句 你们中国五百年发明过什么东西 一样都没有啊 你们唯一的发明就是现在这个病毒 这个是德国的图片报 是非常不寻常的 两次明目张胆第一次是侮辱中国领导人 点名叫马 第二是对整个所谓的啊 中华民主啊五百年说你们没有任何的创新 直接开火 德国呢是比较温柔奔厚的啊 因为德国跟中国的贸易啊文化交流的有啊 这个几十年这个二十年比较友好 你把德国这个图片报给惹火了啊 就等于你可以一夜之秋 春江水暖就亚先知啊 你知道现在德国的名义也知道了欧盟的名义啊 所以你搞这种东西到最后啊 所以这个香港人叫回力标啊啊 就是澳大利亚的回力标扔出去 他这个标会会飞回来 砸到你自己的头 哈哈哈哈 所以 但是你讲 但是你觉得西方政府啊 你讲 你讲啊你讲 西方政府这个里面啊有一些啊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 动了真气 就是真的生气了 但是这个真真假假呢 也不叫假 这个里面有一些动作 还把中国给吓唬了啊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国家 尤其像美国 开始要向中国进行法律诉讼 这个法律诉讼一般的认为这是很呢 这种诚情的 成功的 但是呢 它是一种姿态 它是一种绅士 你像以前嘛 比如说美国哪一个州 和中国哪一个省 结成什么友好省 哪一个城市跟哪一个城市结成友好省 那美国人根本无所谓 觉得你们挺好的吗 中国有好吃的好玩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 中国就是跟每个美国人心里的很清楚 就是病毒 这个川普说的吗 川普不是在上个月的记者会 他就提了两天说中国病毒 第三天他说不提了 说反而我反正我们都知道从哪来 这句话都说出了说中了要害 现在这个 意大利英国疫情稳定下来 精魂覆定 开始算成上了 所以呢 现在正是真正的麻烦开始的时候 您觉得这个是不是第一次中国在国际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 您看看五七年来 没有一次中国人会把世界搞成这么大这个样子吗 没有其他事情的对吧 这一次是翻墙倒海 这是什么很厉害 世界上仅有差不多 才四五个国家 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完全没有这 经受这个病毒的 这个比一九六六六七年 这个毛泽东选集啊 就是说这个四海翻腾云水路 鲁州震荡风雷集 比毛选传遍世界效应还要更快 我们小时候在家里订这个叫人民画报 1968 对 翻到最后 这个人民日报画报 不只是用中文印的 我看后面 本刊除了这个中文 还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什么印第文 还有还有个叫乌尔都文等 17种文字印刷 这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 这还叫乌尔都文 这是乌尔都是什么国家 原来这个叫乌尔都 这个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文字 所以这我印象很深 我是第一次看到人民画报 是用乌尔都文来印刷的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 我们中国的国力啊 五远福建 总是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啊 所以呢 今天看到这个病毒啊 它流行的国家 比人民日报当年印刑的外国的语文 还要多啊 我不知道这个是要什么共同体啊 但是证明这个第一 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化 第二因素是中国人啊 中国人呢走出这个国门啊 跑到五湖四海啊 他这个影响力 他这个经济实力非常强 第三就是这 再加上一带一路如虎天一啊 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 不能够说这个批判说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个坏事啊 也许是个好事 因为后来你这个口罩不也就是 跟着这个病毒啊也送出来了吗 送给这个意大利了吗 送到这个德国了吗 对不对 坏事可以变好事啊 所以呢这个问题也导致了这个西方 跟美国对所谓的全球化这个概念的 再度的思考啊 从此呢会导致这个西方对中国的脱钩啊 那怎么脱法啊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呃 也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工程 这个过程对西方的经济也会引起震痛 好啊今天就已经麻烦你这么长时间了 谢谢啊 下个星期见 保重保重 哈哈哈哈 谢谢 好